但你这种安全感来自哪儿呢 我自己有时候也想这个问题 不光是说金钱上的 从物质上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我不是一个物质消费特别强的人 就我不会买任何贵重东西 我基本就是生活中的那些基本消费 或者是什么 我也没有什么好车 我就不喜欢那些东西 包括珠宝 比如谁要给我我都不想要 这是物质方面的 一个是我觉得我真的是个人需求比较少的 我最好的就是我有一个好电脑 这是我会觉得特别满意和特别高兴的 出门能坐过商务舱 投资舱我觉得这是我可能有这么一个 其他真的没有 吃什么喝什么 其实他们看我吃喝的那些说 对你也不需要出去工作挣钱 然后还有一点我觉得比较重要的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会觉得孤独的人 我从我小时候可能21、22岁的时候 或甚至到25、26岁可能也许还有过那种孤独感 后来我觉得我是一个自己可以狠呆得住的人 我可以跟谁都不说话 好多天我都没问题 就是我不觉得会闷 这个可能是我自己有时候想 是不是我安全感最大的来源 比如你说你现在开始 OK你什么都别干 你开始生活 我相信我会有一段时间 我不知道该怎么生活 没有 一点都没觉得 就你从第一天就开始生活的就是特别丰富多彩 对我就觉得好有意思 什么走过大街小巷都走走看又看看 就很无聊的 但我觉得非常有意思 从来没有说 哎呀我终于没事干了 我干点什么呀 没有 这也可真好奇怪 我终于没事干了 干点什么呀 马上就过度了 而且觉得每天都生活在感恩当中 特别感恩我的工作 可以给我带来的这种所有的东西 甚至我感 因为我有了那些工作 才有我今天非常放松和自在的生活 确实也会有这种感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